欢迎继续收看美术新闻 2024国际数字媒体福州采风行 采风团的成员们迎来了第二天的旅程 海内外的各大媒体代表走进 位于福州的中国传政文化城 共同领略福州传政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现在正位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的 中国传政文化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筹建于1997年 并于2010年免费对外开放 那么今天参加2024年国际数字媒体福州采风行的 海内外媒体代表们将一同参观 这座与弘扬传政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福州是一个拥有丰富文旅 且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 10日上午 2024国际数字媒体福州采风行 采风团成员们在福州参观了中国传政文化城 对中国船舶和海军的发展史进入深入探索与了解 据了解 中国传政文化博物馆是一座展示传政文化的殿堂 也是了解中国近代工业发展 科技进步和海军建设历程的窗口 而作为城市的历史瑰宝 该博物馆记录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布局精神 通过企划浮雕 文物展品 历史照片 模型 裸眼3D展示等 参观者便可依规百年传政的辉煌历史 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魅力 此外 该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一千余件 其中一级品三件 二级品十一件 三级品四百四十六件 资料多达一千多件 除了参观博物馆外 裁缝团还在中国传政文化城内 先后参观了传政书局 轮机车间 汇室院 铁鞋厂等重要工业建筑 在参观结束后 来自海外的裁缝团成员 纷纷表达了此次走访参观的深刻感受 并表示对中国传政文化 有了更深的认知与了解 他们对此也感到非常开心 这是我的第一次来福州 然后我能感受这里 福州的美丽和这里的文化 我感觉很开心 我的国家是这个博物馆 是跟我的之前的国王之类的有关的 然后跟船是就有关系的 这样的事我没有见过 所以就来到这个船的这样的博物馆 我感觉很有意思 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里是一种传承吧 对然后他们把它盖成一个博物馆 可以把这些技术啊 这些文化 然后这些历史典故把它传承下去 我觉得这边的历史文物啊 非常的 就是保留的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的科技也很进步 然后就是说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就是尊重 还有人文 然后透过是镜头啊 透过声音 透过文化 透过文字去把它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表现方式是非常好的 所以应该还是会更想要来福州这样 走进中国传政文化城 则仿佛置身于那个年代 深刻体验到了传政文化的魅力 并身临起劲般的感受到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和变革 采风团成员被该真实还原的布景 详细丰富的内容展深深吸引 不停地用相机记录下精彩场景 探寻至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开拓创新的精神历史和记忆 美都新闻记者张曼曼文子晋 中国福州采访报导